剛才這個記者會 指揮中心也有說到 說臺灣有機會可以來生產莫德納疫苗 說國家衛生研究員 等於把國內疫苗搶的組員 做一個政策 要去跟莫德納有搶 來講受款 莫德納疫苗 可以在臺灣生產 若是高興 說六九月到九九月來 可以來生產這個疫苗 三億到五億多 基本受款的時間 大概是五年到十年 也能確保臺灣的疫苗 不會欠款 但是無情這個進度 要跟國內疫苗搶 在討論 技術三量的改端 是不是可以入院跟莫德納來搶藥 甚至今次報來生產的 這都不知道 這是總統創委員 去國威營 算是成本創有搶的為民 當時創總統要我們國人放心 因為國威營就是研究疫苗跟疫苗 最有力的後代 有消息說 如果台灣順利跟莫德納疫苗可以在臺灣製作 台港車 如果這樣又在百年來到九國未來 可以生產三億到五億多 但是國威營跟實力數目前要在加州來的疫苗 抽象開會討論 技術三量的改端 希望可以猜出 那一隻手上分鑊 方式盡出受款 那發動政策還是簽名會行 目前你不知道 國威營的莫德納疫苗是采用mRNA 技術跟bmt一樣 官吟自然紀錦也說 煮這種疫苗不用會 那真的煮兩隻 就可以整死人都沒 事 再來專家人說要還需要事件來證明 因為病毒很高怪 需要時間來證明 以方式的效果 警察官 警察官 警察官